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就是我特別中間提了好幾次 就是M3 Pro 搭配M3 Pro處理器的這個MacBook Pro 看起來喔 無論是在功耗還是在效能上 都蠻怪的 好大家好 歡迎來到首歌柯柯 我是首歌 在前幾天 Apple在美國萬聖節的這個晚上 召開了這場叫Scary Fest 我台語稱它為夭壽竿 那國語叫做夭壽快的這個發表會 那在這個發表會發表了三項東西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Apple新的M3家族晶片 還有MacBook Pro 首歌今天就來分享這兩樣產品 來告訴大家 這兩個東西裡面到底有什麼蹊跷 然後如果說你有升級需求的話 可以看一下首歌在後面的說明 那我們開始囉 好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M3這個新的處理器架構 這次推出的M3晶片 它總共有三款 分別是M3 M3 Pro還有M3 Max 根據Apple發表產品的這個習慣 未來應該還會有更高階的M3 Ultra推出 M2 Ultra它最高可以支援到192GB的統一記憶體 也就是我們說的Unified Memory 所以到了M3 Ultra 我們預期它應該可以支援到更高的這個記憶體的需求 因為畢竟我們這次發表會來看M3 Max 它支援的記憶體已經來到128MB 而且這個是在筆電上就可以了喔 那如果說到未來到了M3 Ultra這種 給這個Mac Studio用的這種比較大型的主機的話 可用記憶體想必會更大 接下來首歌來跟大家做個比較 比較一下M3系列和M2處理器它有什麼差別 這一part其實是這一次的重點核心部分 內容有點多 大家如果覺得很長的話 可以加速一下 那我們首先來看 這次處理器三款 M3、M3 Pro還有M3 Max 在M3的話它的CPU核心數基本上和M2是一樣的 GPU的核心數也是一樣維持在10核心 記憶體的部分是升級蠻多的 M2它能支援的記憶體上限只有到8GB 那這次M3它大幅提升了這個記憶體支援程度 可以支援到24GB 神經網路引擎的核心數也來到了16個核心 基本上跟上一代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M3 Pro的部分 M3 Pro和M2 Pro它的CPU核心數有點不同 過去是8加4 那這一次是6加6 就是6個效能核心跟6個效率核心 GPU的核心數少了一個 從19核變成18核 記憶體的部分從32GB 現在升級到支援36GB 稍微稍微有一點點提升 神經網路引擎的核心數沒變 一樣是16核 那M3 Max的話這次有點不一樣 在M2 Max的時候它只有一種版本 是8加4核的 但是到了今年的M3 Max 它有兩種版本 一種是10加4核 那另外一種是更高階的12加4核 那這個效能想必是不一樣 那GPU的核心數的話 在M2 Max的時候是38個核心 那到M3 Max的版本呢 有30核也有40核兩個版本 效能也是不一樣 記憶體的部分 M3 Max這次也是有很大的提升 由過去最大支援96GB 一口氣破百 直接提高到128GB 那當然對於這種需要運算 需要記憶體快速處理的這種作業來說 M3 Max這個128GB 哇這個一突破 帶來效能的差異就非常非常大了 接下來首歌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M3處理器跟M2或者是M1 它的這個效能的差異 畢竟今年M3的發表 對有些人來說 尤其是你有買M2來說 它感覺不是那麼的明顯 但是效能還是有點差異啦 那等下首歌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有一點奇怪的地方 首先我們來看到M3跟M2的差異 M3它比M2的CPU效能 提升了大概20%左右 比M1提升了35%左右 那在GPU方面呢 它比M2提升了20% 那但是比M1的差異就比較多 提升了65%以上 在M2的部分呢 是首歌覺得這三款處理器裡面 最奇怪的地方啦 第一個是在CPU上 它只比M1多了20%的效能 但是M2呢 蘋果這次發表會完全沒提 所以這個這邊打個大問號 再來是GPU的速度上 M3 Pro和M1 Pro的GPU的提升 大概有40% 但是如果相對於M2 Pro 它只有10%的提升 所以這個是比較少的啦 M2 Pro也是目前這三款處理器裡面 我們縱觀下來看起來 處理器的效能提升最少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M3 Max的比較 M3 Max雖然說有兩個版本 那我們用最高級的這個版本來比較好了 M3 Max跟M1 Max比起來 效能上升了80% 這個差異很大 相較於M2 Max 效能則提升了50%左右 這個還不錯啦 GPU的部分 M3 Max比M1 Max也是提升50% 那跟M2 Max提升了20% 相較起來 M3 Max在三款處理器裡面 它的效能提升幅度算是比較多的 另外一個蠻大的關鍵其實是 因為它記憶體可以支援的也多 所以在運算的時候 它的效能會明顯上升 這個是比較能預期的 因為畢竟Unified Memory就是統一記憶體 它的這個頻寬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GPU有越更多記憶體可以用 那相對的它的效能 運算速度就會更好一些 不過啊在剛剛介紹的這三個處理器 有一個地方特別奇怪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M3 Pro 蘋果沒說 不過仔細去看規格的時候 會發現M3 Pro的這個記憶體頻寬 它竟然比M2還小 而且小了還不少喔 在M2 Pro的時候 這個記憶體頻寬是 每秒200GB 但是到了M3 Pro的時候 它只剩下150GB 也就是它被閹割了 每秒50GB的這個記憶體的傳輸量 這個差異其實 首歌是覺得非常大 因為從200到150少了50 也就是說等於少了 25%的記憶體頻寬 所以我覺得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讓整個M3 Pro 在無論是效能上 還是這個記憶體資源上 看起來都很奇怪 因為我們中關三款處理器來看 就是M3 Pro它的進步特別小 所以如果說你今年 你原本是M2 Pro 要換成M3 Pro的話 那真的建議你要考慮一下 其他我們後面Mable Pro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 接下來跟大家快速帶一下 這次M3它推出了幾個新的技術 第一個是動態快取 那在傳統的GPU上 它分配這個快取記憶體的方式 是它會根據最高需求的這個工作 去決定要配置多少記憶體 給每一個Task 那也就是說 其實有些工作 它其實不需要那麼多的記憶體 但是它卻被配到同樣的記憶體 換而言之就是浪費 反而會造成有需要的這些工作 它拿不到應該有的記憶體 所以在這邊 蘋果做了一個動態快取的新的技術 它可以根據每一個工作的需要 去動態的配置每一個工作 它所需要的記憶體 你需要高的它就配多 不需要那麼多它就配少 那可用的這些記憶體 就會被更善家的利用 M3就是利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GPU的工作效率 可以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提升 第二個是3D運算 這次有了大幅提升 那這次它推出了兩個技術 第一個是Match Shading 跟一個叫做Ray Tracing 光影追蹤 那Match Shading它就是去提高 它幾個模型的運算能力 還有它的效率 所以設計師它可以去創造出更複雜的這些場景 或者是更複雜的這個視覺效果 再來是M3處理器 是蘋果在這個桌機 或是筆電的處理器上 第一次加入光追 也就是Ray Tracing的技術 那什麼是Ray Tracing呢 它就是在光線和畫面的場景 它在互動的時候 它會對於光的物理屬性做一些建模 它可以顯示出更精準的這個陰影和反光效果 畫面當然也會比起一些用原本軟體模擬的方式 更加的真實 也因為這次有硬體來支援這些比較複雜的3D運算 所以這次如果說你是搭配M3處理器 再做一些3D render的話 你的運算效能也會大大大的提升 那蘋果在發表會上也有提到了幾個數字 就是M3 Max比起M1它的3D render的速度提高了2.5倍 比M2也提升了1.8倍 大家可以想看 你的時間 你的工作時間是直接減半 那這個對於工作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大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Render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等待 你少等一半的時間 你原本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剩下半小時 改變是非常大的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這次M3家族處理器 它效能提升最明顯的地方 首哥在M3處理器這邊做一個小節 其實要硬體效能它每年都要加倍提升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有點難 雖然說理想上大家都想說 新的處理器你應該效能要倍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次相較於M2跟M1的效能提升 M3的進步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不過我相信蘋果也很清楚 這一次他們推出M3處理器的策略 所以Cook一出來 他講話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是要取代什麼 取代M1的 要推動M1的使用者升級 甚至是更早的 那一批用Intel CPU的使用者來升級 也就是說 這次M3沒有要賣你M2的使用者 你M2的使用者 大部分的人 其實你沒有那麼必要更新到M3 反而是M1甚至更早用Intel CPU的來說 M3相對就相很多 所以如果以產品的生命周期來說 M3處理器對於M2處理器的使用者來說 它的過度異位比較大 過度 所以對M2來說 更新的需求變得那麼強 但是如果對M1的或是Intel處理器來說 它的更新的動機就大很多了 好那我們看完處理器以後 我們接下來要看到這個處理器 真的被使用到的產品上 那當然第一個看到就是這次發表壞的MacBook Pro 那這次MacBook Pro它總共有三加一個版本 那其中第一個是MacBook Pro 14吋的 那它搭載的是M3處理器 接下來是MacBook Pro 14 16吋 這兩個這個版本它有搭載M3 Pro處理器的 也有搭載M3 Max處理器的 那其中M3 Max處理器的 它又有分成兩種 就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M3 Max它有兩種 那在M3版本的這個MacBook Pro 它支援的記憶體有8G、16G、24G 三種版本 那續航力是22小時 那效能的話 比起M1多了60% 比起M2多了40% 那在M3 Pro版本的MacBook Pro 它有14吋跟16吋兩種 那支援的記憶體有18G、36G、B兩種版本 影像處理能力相較於M1 它多了40% 相較於M2 它多了20% 那第三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三加一 也就是搭配M3 Max版本的 那M3 Max版本的MacBook Pro 它有36G、48G、64G、96G 還有128G RAM的版本 很多種 它總共1、2、3、4、5、6 總共有6種規格可以讓你去選 那續航力是22小時 根據目前蘋果所公開的這個價格 這一系列的MacBook Pro 價格就是11萬以上 那究竟這個價格誰買得下去 跟大家分享一個數據 這也是蘋果這次發表會講的 它在Cinema 4D的效能 相較於M1它提升了250% 也就是2.5倍的這個效率提升 相較於M2它提升了200% 也就是你省了一半的時間 那這個效能的提升其實 相當相當的驚人 所以說如果你要做一些很高階的運算 不管是AI運算 還是你要做一些3D 或者是一些影片的處理 那這個M3 Max的效能 我覺得應該會大大的讓你有感 那除此之外 在硬體方面的升級是比較少的了 目前看起來就是螢幕的SDR的亮度 從500nit提升到600nit 但那其他 基本上和前一代的MacBook Pro 是沒有什麼差異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重量尺寸的部分 那基本上變化不大 我們首先看到M2 Pro版本跟M3 Pro版本 和前一代比起來基本上它長寬高 是相同的 只有重量稍微多了0.01公斤 不過這個重量的差異 基本上不需要在意 因為就是沒差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M3 Max長寬高 也都是一樣的 它的這個重量呢 M3 Pro少了0.01公斤 M3 Max基本上沒變 所以無論是體積還是重量 基本上在前後兩代是沒有明顯的差異 所以使用起來基本上是一樣的 好那在看完以上這個CPU 跟這個MacBook Pro的介紹以後 基本上首個是覺得 如果你是M2的使用者的話 除非你要算影片要Render東西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AI運算 那升級上會比較有感 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我特別中間提了好幾次就是M3 Pro 看起來喔 無論是在功耗還是在效能上 都蠻怪的 因為現在網路上也有一種說法 說這個叫做酷克切割法 那的確我們看三個不然是筆電 還是這個處理器 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 怎麼會有18G的記憶體 因為記憶體通常是長兩倍數成長 二的次方成長 所以它突然跑出了一個18GB的記憶體容量 蠻詭異的 那至於這個最高階的M3 Max 我覺得如果你是真的有需要這種很大量運算 或者是你需要在運算的時候 你需要大量記憶體的話 那我覺得就買吧 畢竟一台11萬左右的電腦 那以目前的市場上來看 其實你比較難找到替代品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需要一些 一個很強大的運算能力 你要不想要花這麼多的時間在等待的話 那我覺得這11萬就花的算是值得啦 像有一些朋友他喜歡用Intel平台的 那我只能說啦 Intel平台你真的不容易找到這樣子的硬體配置 那這個是先天硬體上的差別 那你真的真的要去湊出這樣的規格 也不是不行 但是相對的你要花的時間精力 還有成本 其實不見得會比這個十幾萬二十幾萬低啦 所以蘋果把這些東西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省掉你這些時間 那相對的是你可以買來就有這個集戰力 就有這個運算能力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反而不是在於錢的問題 而是說你買了這個東西對你的工作效率提升 或者是甚至你是你可以做你原本做不到的事情 那這個我才覺得 我覺得這個才是這11萬真正的價值啦 好以上就是這一次蘋果ScaryFast 首歌跟大家做的整理跟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系列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小鈴鐺記得開起來 好我們就到這邊拜拜 拜拜